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有些事情要开,虽然大家今天想要 焦点上iPhone,但我们先开了其他东西 前一天有新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刚才我们的视频也应该给大家很清楚地看到 但是也要谈谈一下 大家看看实物是否这么实 是的,实物是如何 看照片或看外之前有报道过,大概知道是如何 而且我们开过这么多类型商的机 这个机,我们应该 没开过这个机 这个叫什么?空气清新机 空气清新机 带上新的空气清新机 穿带式空气清新机 穿带式空气清新机 其实有的 街上应该大家会看到的 花板门 那些可以不可以呢? 那些你自己参考一下 但这个就真的不同了 这个LG Pure Care 穿带式空气清新机 有什么不同? 说实话,你先说一下 因为据文 这一部Pure Care 香港 是第一个地方 以后可以卖的 全世界首发? 是的 中国也没有 我没有听错 好像香港真的是第一个 那已经改了一条题 世界首发 全世界首发 很厉害 明天也没有 是啊 明天22日香港就有卖 今天我们收到 厉害 你看到今次开箱 真是开箱 真是开箱 我们连交纸都没开 我们已经有请 有预备了 一把 麻烦 这个是谁开的呢? 就是他 因为我们没理由 轮遇大的嘛 下次可以跟着时间 就交给开了 所以我们开箱 下次跟一游子说 或者我们以后 开了 好,我第一包解下去 我跟一游子说 戴着那一只来开直播 我们就不能戴这些 口罩 是的 再次呼吁 但也要试一试 可能戴了之后 也不能说话 真的 不是 恐惧起来 可能有很多摩打声 在那里 不知道 所以这个开箱很重要 再次呼吁 如果LG的同僚在看我们 就欢迎赞助我们 这些口罩 我们可以在 我们做节目当时戴 因为香港 除了 没错 香港除了疫情之外 平时都 买都可以的 还有 香港开的价钱 我想跟之前官方公布的价钱 差不多 真的挺适合我们的 开的 这个环境又不开的 原来是这样的 好 我都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 很难看 我都看不到 开个top shot看 对 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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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形状 差点 那个形状 好 可以 就是这样 拿出来 这个就是整个 很光潮 面具 其实戴上去都挺 是 挺蒙面超 其实我觉得 改造人 挺帅的 卡申那个罩 其实我觉得真的 真的 真的 可以开个纸盒 是这样 没错 撇除了疫情之外 这些是很容易的 尤其是冬季流感的时候 或者春天 花粉色 还有个假的 戴口罩 其实真的可以帮你挡到很多 肺菌 病菌 现在开了主角 好吗 好 没有见到那个胶口 不如想起一个人叫Frendy 是什么呢 我有个同事 不是 那个Frendy 哦 要拿到电锯出来 不是 看起来 好像戴了 感觉上第一个 看到现在白色 是不是 好像戴了这些白兵 对 我觉得有点像 电纜车头在最底的位置 但多了两个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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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这个东西我又想说一下 其实我年后有ACES的通过 这些出来好像真的有点用 这个就是围着嘴旁边 都算快了 所以它研发到九月港或正式LONS到现在 这样是不是 好了 过几月就不是外出了 很快 所以 这样的 是的 都是V字形 左右两边应该是气阀 是测试位 可以拆出来测试位 但是它跟完装就离了一对 这样 这里的耳承位 就可以在这里调校 是 跟一般拉承的调校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都很唱唇的 都很容易拉 新闻稿就说它是有双风扇呼吸感的 这个位置在哪里 应该就是这两个 应该就是A filter的位置 后面就是风扇 吸气 接着 这个嘴就要放进去 应该就是这样放 应该就是这样戴 然后就这样吸气 这个是矽膠的 哦 这样的 看到这里 就是有两个瓷石 在这里 这两个勾位 底里有两个勾位 这样就可以勾住在底里 是 应该是安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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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 吸气了 知道吗 那应该是可以 它就不选择用四个卡位 它应该是方便你拆这个出来洗 旁边按一按实它 那其实已经完成了 OK的 其实我想说这个东西 很饿人 重不重啊 你拿上手 不重啊 很轻啊 你看看 很轻 你看看 方方有没有说多少 新闻组没有说多少重 好像是120多克的 好像是120多克的 我记得 韩国做过 是啊 是啊 但不在career 是啊 是啊 就是证明香港 那你做全香港 全香港第一个带的人 看什么 看什么 今晚带着 今晚带着 我走 你开了 你自己看 看先看 好 官方新闻稿 就说 今次除了口罩 它会跟一个UV的盒 那就可以放进去 可以帮你做消毒 哦 那你这盒有没有呢 不知道 你这盒有没有UV盒呢 不知道 要看一看 看 因为可能不让你 看 你看到这个assessory盒 拿出来的 哦 这个有filter 对 可能要继续filter 这两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放在这个 这个也是filter 这个是filter 这个是filter 就是放在风扇里面的 就是放在风扇里面的 按着了我 看见到吗 对 应该是放在这些位置 应该是放在这些位置 对 等一下再继续 充电 充电 哇 这里 这个应该是勾住后面 哦 偷着后面的颈 就是顺防 其实有些人 可能送的 较到最尽 都很酷 很酷 还有耳背 可能也有些重量 你酷耳背 有些人就 那最后这个呢 就是一个 套了 用的时候呢 涌套 就可以代起它 但是官方 是不是说有一个 UV 新闻稿就这么说 不知道1010 会不会是这个呢 会不会是这个呢 不是这个 是HEPA filter 是的 它说呢 就区别了一个 UV保护盒 就可以用这个UV LED去杀群 它会不会买的时候 再另外一个盒给你 就是给你那个 没有 另外买的 那个是 有些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 好了 那 我们看一下 不如说一下 这些套材的钱 好 那 套材呢 就刚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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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两个 两个 两个 那就是98元 是的 一套 是的 内部内网 它有分 Type A 和Type B Type A 现在呢 就在卖98元 它应该就是那两包 是的 但问题是 我看不到Type A和Type B 究竟有什么分别 是的 那可能呢 要之后去研究一下 或者问问官方 是的 问问官方 还有这个 是在哪个位置呢 好了 那 Type B 是 价钱代表 是的 那我们全部拆掉了 应该要上飞一下 要不要砌一下它 要在这里的 当然 好像上次砌模型 好像砌杯面模型 真的 因为始终都要 最重要就是那个 好 首先呢 就是要 是这样 好 现在试试 试试 应该是 它就叫 这样的 轻轻拉起就可以了 轻轻拉起就可以了 OK 那你会看到 这一边 应该是正常 就是右边 那这里就有个开关 就是刚才我按了一下 它是会变成的 那呢 接着就将 这个 HIPPER Filter 对了 对了 这里已经有两个了 对 左右 有AFO 看一看 他这样 然后 是没错 这样弄了出来 就是这里向上 这样 这样 现在会看到 箭仔 然后呢 很容易的 一边 很容易的 真的 这样这里向上 收拾箭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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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OK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这一代已经完成了 好了 最重要是要 那方向的方向 安装得正确 对了 跟我们大一些空力轻生机一样 一样 那接着呢 就是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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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图 那这里呢 Installing Inner Cover 这个Facebook 应该是教你 如何装 它本身已经装了 是的 已经弄完了 其实已经是 这些Filter 要不要装呢 没错 这个Filter做 Inner Cover 呢 就是要的 原来呢 原来是先装了这个 原来还要 好像刚才 其实不用拔出来了 那刚才 究竟 这个是Type B 还是Type B 就不知道 真的要问官方 那Type B 究竟有什么功效呢 好了 转了之后呢 先再用这个 好 一批三复的 98元 我相信这个 我相信这个 官方建议 那HIPAA Filter 就每个月 换一次的 换一次的 那千月 就是98元换一次 就是98元一个月 那个HIPAA Filter 这个是不是 其实换一个密度 给你家里用那些 大的空气清新机 密的 密 但是他更加深一点 可能他小 以来就 他都预理可能 街的空气 是相对比较 骚髒的 好 那应该搞定了 这个不是外面 这个摄了中间 这个 摄了中间 这个是复党你自己的 口水飞沫 好 原来这个池水 可以给你30个 一个月 是的 这个可能你都 一天换一个 这个 一天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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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元 就刚刚一合30个 就刚刚一个月 总之你的Inner Cover 用完 你就要换 HIPAA Filter 是的 就是一刀的 是的 那接着呢 就是你们的耗材 就是每个月一次 是的 而且刚才提到的 这个测试 其实呢 可以在一些 Train Store VTail Shop 都会有得买的 是的 他现在的口罩 都是在一些 Train Store 連鎖 电器店 都买到的 那接着呢 原来就是要 按键 按键 好 有灯 有灯 有灯的 看到吗 橙色灯 现在是橙色灯 橙色灯 橙色灯要truple shooting 我们要看看什么 橙色究竟是什么呢 可能要看后面了 嗯 我都教过Fan的速度 也教过Fan的速度 也教过Fan 橙色灯就告诉你们 电池淨余电量是超过15% 至未满70% 听不到 就是超过15%的 反而我们要看看 按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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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应该又说了 按键 是 如果风扇速度 它是可以 大了之后 它就会视乎你的呼吸量 去自动调节 哦 按一下的风扇 哦 这个就是中的风扇 是的 然后三声就是快速的速度 周灵在跑的时候 就用三声 怎样 有声 有声 有的 你试试带一下 你听一下 你试试带一下 试试带一下 有声 你试试按一下 你试试按一下 这个一下 你按到不同声 就是不同速度 刚才我放在耳朵上去就是最高速 哦 我又听到很低沉的 嗯 嗯 好 怎样 我们 现在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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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声音可以 有点点 静的 对 很迫才能听到的 停了 你试试带上去看看 好 我们应该 脱口袋 还是脱口袋 脱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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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重量在前面 是 是 我在拉近这些声音 我可以试试 听不到他说话 隔声 隔声隔得很厉害 其实真是蒙了 你好像潜了水的声 是的 我们在真正环境听 因为我们的观众已经听得到 他们的声音 已经是离开了这个地球 是的 我自己都看了自己的身体很续促 是的 没有 我正常听不到你的 是 拉近这些好一点 因为始终 他也是有点重量 不像平常的 但刚才那些口袋 但是你现在无开 你应该开了 呼吸呢 呼吸是否续促 开了呢 是 有点热门 真的有点热门 有点热门 是 好像那些气流流 是 有些风在裏 在里面 在里面 它没有那么焗的 是的 不焗的 我从侧面看 其实他会觉得 他挺吸得实 即是挺吸得贴的 他有一个软胶的位置 是吸得很... 因为他这个软胶 是 是 是 这个位置 是离开了 是 这个位置是离开的 你看 表面也这么大 是离开的 是 就是 是 其实里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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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呼吸機那些,那些類似的膠蓋住在那裡,讓你舒服一點 因為現在其實都有一些射燈射著,剛剛帶的也不是很快 而且坐在那裡也沒有什麼移動,感覺都ok的 即是沒有那麼穩蓋的 會不會覺得很重呢? 其實有一點點 有豬嘴,可能豬嘴那些可能會再生你一點 可能豬嘴可能這個就ok 可能可以調整一下 如果他出過,不要出黑色,出黑色可能就認不太多 那一大六小時,那些氣流很明顯就更快了 或是自己噴了 自己噴了 就馬上讀完 其實這個樣子跟豬嘴可以再隔到油或氣 我開你最快,你聽一下我呼吸 有聲音 就是讓你排一步,他轉得快一點 呼吸是容易的 再容易一點 你會聽到他吸那一刻 這樣就這樣 挺過人的 挺過人的,還有挺帥的 怎麼出街 一定有人知道 這個人多過什麼東西出去 單一的白星才是真的有無色的 對 就是吸一隻太陽眼鏡 戴著大眼鏡 知道嗎 他們的黑色太陽眼鏡 下次我們做了這樣的造型 要出鏡吧 是呀 如果LG的童年在看著的話 就考慮賺了我們 會不會有大種色呢 是的 他現在好像說是白色 只有白色 會不會有大種色呢 好像這樣 但他白色你要噴你的色容易 是呀 是呀 他用這些貼紙 可以印這些貼紙貼上去 customize的 我先問一下 這個東西在這個 村大式空氣清新機 冬天用也不錯 或者早杯 天時熱出 意義大很多 你天時熱最慘的 就是焗得很厲害 是啊 可能空氣污足的時候 就是我們香港總有 就是很混濁的 是啊 不要說現在 可能你現在台灣 就是很多人搭機車 就是綿洋仔展覽車那類 是 在街上就好用了 就是你不會說空氣太髒 吸了進去 其實台灣很多時候都喜歡 戴這些布口罩的 就是以往 一定是擋 是擋一些塵粒 但是就不是說過得很乾淨 還有一件事剛才試不到的 就是 如果平時是戴這些口罩 你一呃 這樣 那你就 哇 不知道這個會不會 會不會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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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讀者 可能剛才聽到我們說的價錢 可以再說一次 價錢 那兩隻就建議你三十日換一對 就是一個月 那這隻 裏面的類子 或者類芯 也都是一包三十個的 那這個就預你每天換一堆一隻 那也是剛剛好三十日 就一包了 那所以你就每個月 就一套這樣換就剛剛好 就是正常用的話 就一個月就剛剛換了一次 是的 那它除了剛才試完 其實它都還 就是口罩呢 是有Wi-Fi功能的 那如果你是有FinkQ的app 就是LG 如果你有LG電視啊 那些 你有裝開FinkQ的app 可以認到一個口罩 那就是 當一個口罩 譬如轉速有問題 又或者Air Filter 已經開始覺得髒 在FinkQ那裡 它就會告訴你 你的Filter 到期了 髒了 因為其實Filter到期 它會檢查到的 譬如Air Flow它不順 不是它的SPEC要求 Fo已經隔著了 它就會有Wi-Fi 告訴你 是的 是 那就挺過癮的 所以這次 真的 都要說 說明 這隻 穿戴的空氣轉身機 就應該防不了好熱 肺炎 但是 總有一天 過去這個疫情 平時 你真的出街跑步 同時 跑來 那些 人都車多的地方 可能戴這個 給你戴港口罩 你戴到Hipper 其實都有八九成 跟你現在外面的LV1 差不多 是的 這個 是 這個 是 起碼跑步的時候 你又擔心 有些人戴口罩 你戴這個 可以 或者是 天氣熱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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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巷 這個可能就會 舒服一點 我沒有戴過 Alan戴過 舒服 舒服 現在看規格的 介紹 有一些空氣的流動 在裡面 真的會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我相信有消路的 這個產品 就是千多元 就很貴又不算很貴 是吧 買個掛頸那些 都值得一千元 都要的 但是那個 所有人都會選擇 但是掛頸那個 掛頸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 它在那裡 你不是全部吸在你的嘴裡 沒錯 中間其實已經隔除了很多 這個分出來 其實都馬上髒了 周圍一大風吹 吹走 這個意義就不太大 但是這個就很直接 你吸在那裡 吸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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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開完這個 明天開賣 如果大家好像之前搶 PS5 搶很多東西 對著之後再去排隊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出現人龍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應該都會 會走一批 怎麼都會有一批 但是肯定 看到我們桌上那麼多東西 肯定不止這個 雖然這個 Pure Care 天大西空的精神機 是主軸的 但是 好像 再有些新的東西 沒錯 剛才知道我們 好 那就是這個 昨晚 開啟的 今天香港搞了發佈會 借了一支回來 雖然不是combo pack 但是 因為它已經 這一代是第二代 這隻是DJI Pocket 2 其實之前第一代 就是叫做osmo pocket 這次就直接飛走了osmo 簡簡單單單 Pocket 2 那 先給大家看看 你那隻是第二代 我有一支第一代 看外形 就是殼 我猜第二代 是不是大支 沒錯 無論機身的大小 和重量 都是大一點 但是因為 其實 因為其實 好 我們不如比較 OK 好 大一點點 是大小小 我對下一個 但是那個 不算是太厲害的 高一點 推高一點 高一點 推高一點 兩支都向上推 是這樣 畫面的左邊 就是osmo Pocket 2 Pocket 2 沒有osmo 沒有osmo Pocket 2 右手邊就是 第一代的osmo pocket 你看到 其實機身高一點 其實也寬了一點 厚度也是 看起來 看起來就差不多 大丁堆的 其實也應該就是 你來看看 大一點點 這個的感覺上 這個位置大一點點 是嗎 是 我不知道在看的 朋友仔會不會有 買過第一代 第一代是出來的 那時候那個 第一代應該有多少人買的 我們公司 我們三個都已經 我們三個都已經 還有其他同事 還有其他同事有買的 真的方便 所以那時候坐下來 其實相關我們用完第一代 用了年代的感覺 對 還有究竟應該買不買第二代 是的 你應該升不升級第二代 又或者是你沒有 連第一代都沒有 應該買過第二代 好 繼續 因為買不買第一代 買買第二代 或者你說第一代 其實你覺得你用起來是第一代 有什麼問題 這樣說吧 當初是有憧憬的 譬如我買這個拍片 那我又不用拿一支 KIMBO加個iPhone這麼大座 還有KIMBO很多時候 我們用那段時間 或者大家很多時候 在網上看一些新聞直播 他們都是用KIMBO加電話的 那你就看到很多時候 KIMBO是會失控的 就是可能用一段時間過熱 接著它就兩頭發 或者是不受理控制 那Botsboro Pocket第一代 就沒有這個過熱問題的 就是你不會說 用一段時間它會亂發 失控這樣 那用起來其實是方便的 那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說 第一代我們用很多時候 就是說它本身那個螢幕 太小 太小了 它近乎正方形的 其實它在拍的影片是16比9 就是說你拍的影片的時候 你只可以看到你的畫面構圖的正中央 你確保你那個人 不要離開中間的框就算了 其實都可以這樣的 但是你除了上下就會再小 是的就會再小一些 你可以出16比9 其實畫面已經這麼小 你再看16比9就更加小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full screen mode 那就拿一個物件在你的構圖中間 就算數 左右兩邊某程度上是靠古的 是的 就是你總之你的object不要離鏡就算了 那如果你要一個很認真的拍攝呢 就變成我們要插一個iPhone 或者插一個Android電話 那你加了電話進去之後 其實這件事已經有點錯了 因為電話加上一支 pocket 就起碼都這麼大格 這樣操作 你又不可以單手手持 因為如果你拿著一支 pocket 其實靠那個USB那個Dongle的接點 去做個力點 就有個電話很容易掉 是的 或者一撞的時候 兩件東西都有機會保銷的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去到那個位置 我們又要加一個固定器 一個Mine 拿著它 加一個Mine 你又要加一支手鏡 是 一副三大 其實有四五件配件 在那裡說 其實等你拿一支KIMBO交一個iPhone 就更多了東西 因為你更多了一支Pocket在旁邊 所以最後拍攝的時候 我們就都沒有用過iPhone 又或者用iPhone的時候怎樣 我自己就後來買了這支 就是remote的手掣 那這個iPhone呢 就充滿在棍子裡的 就不是充滿在那個Pocket的旁邊 這樣來拍攝 用這個remote去做個控制 這樣就很用的 但是你外出的事情就是 你會帶一支Pocket再加這一支東西 就不是你最初的想法 我小小的搞定了所有的東西 實際的用途和我們打算的用途是有少許分別的 實際的用途就是我變成了隨身代 因為它本身是很細緻 萬一有些東西我立刻要拍 我就拿它出來 你這個用途其實跟你的手機的鏡頭一樣 因為你手機隨時可以拍攝的 因為你手機你一定要拿 你手機不會拿 你這個未必會拿 但其實隨身代的最後的意義 其實我手機是做到的 其實我一定是隨身代手機 比隨身代這支東西多 就是我代這支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要拿手機 還有還有就是你拍完 你用這支東西拍完 可能你也要把手機丟掉 是啊 我要把片放進去 你說它拍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比手機漂亮 我想如果你現在比起今時 就是這支出的時候 大概未夠兩年 一百年尾 第一代是 一年多一點點 因為我的保養還未完 是的 那就是一年多一點點 這一年多裡面其實很多手機 那個拍攝影片的功能是強了很多 甚至乎可能說 後日出的iPhone 12 還有HDR 還有Dobby Vision 那如果 就是這支Pocket 出動的時間有多少呢 數一數一數其實就 越來越少的 是的 你Alan有沒有一些審惠在 說多一點這方面 還是想再介紹 阿Lo的說法 都同意的 因為你拿手機拍攝的機會 可能都會多了 但是有時候如果 我自己 我一代就是 有時候都是拍攝小朋友 那你就 貪他 你知道你拿著手機 可能都會撞來撞去 這樣就會撞跌 或者你拍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那我就拿著這支 就會方便一點 所以我覺得 看看什麼場合 都會有時候 是啊 如果你用來運動 追著這個物件來跑 這支是很棒的 是啊 真的很棒的 因為他好像有一個智能跟客 3.0 剛才都約略試過一下 那他追的準確性是高了 剛才未開MAN我也試過 很輕的試過兩支 因為我們用開一袋 一用一袋 他整個馬達的反應 無論移動 焦點 是快了 整個馬達的反應是快了 是啊 所以 變成我覺得 看看什麼場合 可能這支東西 都會派到上用場 是啊 其實我剛才問你 為什麼 我有沒有想過你講到這麼深入 講到後支 這支東西我用得挺多的 這支一代 真的很明顯 就是一個 我也真的會扔錢去買Accessory 也有的 我也扔了不少 是啊 這支 好啊 接著收音咪那支3.5mm 我唯獨沒有買Wi-Fi的Combo Kit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一 pack 其實全部都是 是 OSMAPO 我放在鏡頭 這個 是啊 這一 pack 我全部都是 買了第一袋之後 越做越多東西 你看看 多到我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 初心就不同了 其實我每次出動 拿這支東西 接著就是一 pack 是啊 其實你之前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在這次 可能會 你用得回 有些都用不回 但是這次這個 它有些Accessory 買了一塊 你就不用再買這麼多東西 好像我現在買到整個框東西 那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一個全能手柄 那些全能手柄 其實就是 Sorry 因為今天 我借不到Combo Set回來 因為Combo Set才會有 全能手柄 那為什麼這個這麼重要呢 其實就是 它將 其實有一塊長長的手柄 托了上去 因為其實這個很容易拔出來 這個可以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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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個 對 吸了手柄 那這個手柄 就會有WiFi Bluetooth 3.5 連無線的收音咪的功能 都可以放進去 變成 以前我們第一代的時候 就要加一塊這些 吸了下去 才有WiFi 然後再加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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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手柄 你拿的時候 都會很差 其實是 一代有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我要加這支棍 或者我要加一塊 我加了一個Type-C 去3.5mm 我就加不到其他東西 就是我每一次 只會用一樣 譬如我想用iPhone做Mod 那你插了 你又插不到其他東西 有一個這樣的小小問題 即是你講這一塊 是啊 即是你那個方法 譬如你的Type-C 已經插了一塊手柄 你就不能插 就沒有了 其實另外一個 我覺得比較 我自己覺得用第一代之後 比較大的改進 就是這個Joystick 這個是Joystick 這個是Joystick 因為 因為這個是Joystick 因為你會看到 其實好像一個東固定 一樣 好像一些控制器 遊戲機的手掣 這樣 上下左右這樣插 可以 其實 跟之前 這一顆東西 即是第一代 就是用這一塊 記不記得 這個撥栗 你想想 你看 你把它插 差很遠 一塊東西凸出來 看到嗎 立刻差多遠 你看 是 還有這個是四方向 你這個只有上下 當然你可以在這裡 是左右 這個十字掣 它有沒有散賣 其實你買兩個 都會跟了一顆 如果你說要散賣 我猜應該都會有 會不會散賣 可以插回 落資一袋 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試一下 我想開估 一個答案給你聽 大概試一試 好 有答案 即是有得談 有答案 有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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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用到 是 左右 看到嗎 看單上一點 就會容易看到 身為一代機主 我也有點掙扎 但究竟 我的看法是怎樣 我待會再說 也不用說 一定要買 這顆 一定不是這顆 買了一顆 買了一顆 到升級 真的很有感 這顆 我覺得是它最大的改進 不過 我也覺得這顆 還可以改進 因為 這顆 這樣看 你們未必能夠感受到 因為其實它真的 只是四方向 但 譬如說 其實它可以說了一點 因為它可以除了 你 拼鏡 挑鏡之外 其實 不是這個 向左 輕輕向左 它會慢慢 慢慢轉 去近盡 它會更快 會更快 對 所以我覺得 下一代會有這些改進 類似 但是 這個尺寸 比起 其實已經是差很遠 我想也是很大的 因物 不過 這個可以 我用起來 因為我剛才也是 拍了十幾二十分鐘 因為我收到 拿回來 試了一點 所以 那個感覺 因為我用得 可能用航拍機 很多 變成 可能這件事 快慢 對你拍出來的畫面 是很有影響 是 我也覺得 那個 那個 有段式 比我想像中 不是好用的 就是無段式 我可以控制到 能不能停 其實它的 冬菇設計 我覺得 再有改 反而 如果是一個 平坦 甚至乎 是一個 向中間 凹少少的 然後加一些 特點 在上面 加回摩擦力 可能控制的 精準度 會提高 現在就變成 一個尖型 可能要按 手指 按 它 好像一推 一推 會有些不舒服 但是 剛才說的 例如 Pan 2 快慢 你可以買一個 那個 那個 我覺得 是有一定程度的 幫助的 因為那個 就是 就好像我們平時 就像Aaron 玩的 無段式 可以慢慢 上 慢慢 下 又快上 又可以 如果真的要 用這部機器 去做Pan 2 可能就 要加多一塊 加多一塊 對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固定 其實還有一個 挺好的地方 這次 是可以 譬如你 收機 抱歉 這邊 這麼慣了 第一袋 有些制衛都改了 它就可以 抽 進去 第一袋 你的撥鱗 就一定沒有可能 一定要拆出來 裝回這些 進去 才可以收到 或者直接不安裝 對 或者不安裝 有時候已經不見了 那塊 那塊 所以 變了 這次 它的設計也很貼心 還有那個 保護Case 沒錯 也有些 你問到的 就先說這個 你可以看到 這個 裡面 其實 可以看到 有些 東西在 最特別的就是 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是什麼 其實 不好意思 又是 借不到 combo set 回來 第一袋是什麼都沒有 放進去 放進去 這裡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 湧面 就是湧面 這樣 這個 當你有一個 Y鏡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 把Y鏡子 拿出來 即是在鏡頭上 拿出一個 來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放進去 然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 蓋進去 抱歉 這個還未生 這樣 你就可以 一整個 都不止 其實 反到後面 也有一個 洞 這個 做什麼 這個 combo set 還有一支 很微型的腳架 其實 你就把腳架 可以 扭到這裡 變成 就可以扭到 整支 一次過拿走 基本上 基本用的 拍攝的配件 基本上 你也可以 在一個 這個 這個套上 就可以 蓋好 明白 是的 這個設計很方便 是的 其實也是這樣說 你看 這裡有些東西 還有你做得多 很多 其實 方便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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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設計上 是貼心了 也是 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想說一說 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的Live 我沒有記錯 就好像華碩那部 Sanfon 7 或者6.7 其實它的功能 就是 如果你的鏡頭反了出來的時候 它會不會是一個反轉鏡頭的手機 當你倒閉的時候 它會很快把鏡頭收回來 其實 防跌的功能 沒錯 今次 這一步也是有的 現在開了 你看到鏡頭 我先把鏡頭放上最盡 我在最高 其實 不行 對不起 我還沒什麼 可能這裡有點難度 剛才是試到的 是 我們要什麼 轉回 這樣 現在鏡頭 我先把鏡頭放到最盡 去到這個位置 看到嗎 看到現在已經馬上收回來 馬上收回來 那就可以保護到鏡頭 可能撞到是撞到這些 對 不怕撞到花的鏡頭 另外一件事 也挺貼心的 就是 雙貼 Pocket 1 現在已經離開了 我先把鏡頭打開 剛才你看到開機也有些時間 待會可以再說其他事情 第一代收機 收機 好 鏡頭是回了鐘 但是你看到鏡頭 由鏡頭的部分 是凸了出來的 是 就算這樣篩進去 如果真的有什麼東西 在兔子裡有些花 也有機會做到一個鏡頭 今次 今次有一個力量 就是放在旁邊 不會跟這個功能 鍵很容易按錯 以前也會有機會 現在關了 你看一下鏡頭 即有鏡的位置 是向了裡面 你才會再製進去 其實最主要是在保護性上 做多這些事情 挺好的 這些是世衛 針對第一代 其實都應該聽過我們用者 覺得有些什麼 需要改進的地方 其實都有改善路 其實都有改善路 很多都改善路 譬如看昨天 收鏡 很重要 我知道第一代都在鏡頭 保險 是嗎 所以這個都很重要 對 最重要就是 那個 angle 現在就是20mm 對於拍攝來講 我們 夠歪 自拍的時候 自拍的時候 自拍的時候就會好些 20mm是剛剛好 才剪到你的大頭 而有少少鏡 少少後的背景入到鏡 因為很多之前我們寫的 ZV1的相機 很多人回答回來 剛剛只有24mm 就差了少少 手不夠長 那你不用搏子棍去自拍 24-70mm 剛剛剪了頭頂 就差了4mm 你給20mm我就完美了 那還有什麼 價錢呢 價錢有沒有加價減價 沒有 但是現在的價錢 就是2899 如果是standard pad 是 standard pad 就是包什麼呢 就是包剛才這個 這個case 這個 Joystick 還有就是 剛才這個 看到這些 USB-C的口 還有線 還有一條 手繩 這個就是2899 這個standard pad 就是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有一個combo 這個 就包了 剛才說的 腳架 有一個 無線麥 有最重要的 全能手柄 還有一個 有一個 Y鏡 剛才說放進去 官方出的 Y鏡 是啊 其實另外那個 無線麥 如果有用 HIPRO 那些 其實都是類似 那些 一個盒子 還有一個 防風套 那樣 可以搏 譬如說 你做 訪問 有時候可能這樣 有那個 無線麥 其實就很方便 上代 上代 上代一開馬 就是2699 對 少少 8元 還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們 那時候用的時候 第一代 有沒有發覺 現在我們分享 有 我們應該還有一個 User Group 我最記得就是 那些聲音 嗯 那些聲音 也有很多 User 反映 甚至是投訴 那 真的不行 我是很肯定 如果你 要自拍 自己說話 可以 因為他頂頭一個麥 然後前面一個麥 那他收自己 就會難 所以那時候 極之希望 他究竟會不會出一個 USB-C 的 入手 插回 3點 有 有 有 那時候 有 後來那時候 手機USB-C 是不能用的 一定要用原裝 那個是我第一件 要買的 這些 是 一出即買 所以今次 特意弄了 4M的設計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是他自己有拒陣的收音系統 其實他也可以教他,譬如你只要前面聲,或者全景聲 你是可以教到,你想錄甚麼東西,可能錄很多人的東西就教全景聲 我仍是做前網民的,我仍是做對人的,我和另一個人的,我就教前後聲 這個我相信怎樣都一定好過第一代的收音效果 第一代好話不好聽,我可以用爛去認定 第一代是沒有Wincut的,完全是雲雲聲 第一代幾乎是因為他,然後買了Data,然後買了Roddy Wireless Go,這樣就好了 又是錢,錢和錢 不過這個聲音我還未試到,因為我剛才也是去拍攝景 聲音我未試到,之後有機會可以借到Combo Pad 我們再試一下,加上PocketE的收音效果 還有今代拍片多了2.7K HDR 是有用的,雖然未必有很多HDR 2.7K也有用的 之前就是4K其實呢,你就太大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拍1080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用之前都是108060多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我回來要再Corp 108060再Corp就會開始鬆了 所以如果用2.7K來拍,就一個中容之道 我又不用4K那麼大,但回來起碼那四條邊都還可以Corp 是呀,有些位置真的要Zoom的話,我還有得走賺 是呀,有得走賺,所以多這個2.7K是好事來的 對很多後製 因為現在就算不要說Pocket 就算很多相機都是沒有中間的位置 是呀 因為就是4K,4K的問題就是 File很大,你的SD卡又要大 最慘的就是回到電腦那一刻又要等 做任何東西你都要等 很慘的 雖然可以快一點的,但只要用4K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是 MASTER完4K,但出發最後出來 都是做1080而已 但是你剪那條Source 4K 是好的,這條片無論怎樣出 最後都是清的,都是來的 但是這個File會大了很多 還有你說要剪的東西 說多一點它的Future 其實這次你錄的時候 其實也挺搞笑的 有一個功能 平時很多時候就是 其實你可能錄一下 停一停 繼續加碼我 其實這次就是 錄的時候 同時可以麻煩你轉一轉鏡 是 麻煩你 現在在錄了 大家看到 現在錄了差不多10秒 接著 按兩下 不是 等等 我先試試 因為剛才試過 是否給你一些Clockmark 是甚麼意思 不是的,其實它會停下來 它會停下來 它會停下來 然後你可以再按 就可以繼續錄 即是它又不是停了一個File 但是 你中間的位置 想停一停 離一離哥 是的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坐在那裡 這樣就可以停了 我自己做了一切 有些位置我一定要拍 不好意思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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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可能這樣安細一點 不好意思 看到現在停了到07秒 你可以選擇停 亦可以選擇繼續錄 這樣 你可以繼續錄 然後你停一停的時候 就不用 或者你不用再後期 把兩條片 再放在一起 或者再黏在一起 另外還有就是 它就說 我沒有機會試過APP 那樣東西 它說 它裡面的系統 它就可以 將最有用的 那些片段 就傳回去 即是Clock完再傳回去 就不用你在手機APP裡面 再慢慢來Clock 當然它自己衡量的話 是不是真的 要這麼準理 這個就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但可能在APP片上 你剛才這樣說 可能也有些方便了 使用者 嗯 即是你不用太 條片太長 到最後還是 因為很多時候 你真的不會 那麼有心機 一下一下 那麼多條片 很少得鏡過的 是啊 很少得鏡過的 那它能幫到你 當然最好 看看它是不是這麼準 就要出事才知道 遲期做一些 即是 不至於WRF Cut的 大家知道拍什麼位置 就直接在那裡拍 停了 後期就可以方便一些 找片容易找一些 不用那麼多 中間太多NG片 是啊 喂 好 這件東西 就二千多元至三千 其實都三千元了 二千九至四千元了 都二千九至四千元了 看看你買哪個PAT 不過 如果你問我 就一定要 我自己覺得 真的要有全能手柄 那個PAT 可以自己去Train Store 試試玩一下 看看會怎樣 如果有一代的 好像我們那樣 大家的 可以問一下 那個Doy色的 只要你買那顆Doy色 我就是想問 有沒有Train In Train Store 可能Train Store 可能有的 很難 要問一下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好 完了 還有一件好東西 是嗎 又是相機相機 是嗎 功能又差不多 款式未必不一樣 其實這個 我試了多一段時間 這次Alan 就是拿了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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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如一齊說 是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 看過 就是 Gopo的Hero go back 這次Alan 都很留意 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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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 這部 機的東西 就是 規格我就 不講太多 講一下我自己 用起來 有什麼 的評論 那麼 Hero go back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多一個 前置的 彩色屏幕 就是彩色 對 這個屏幕 就不是單止是 我們演示 究竟你拍了多久 還有多少卡位 那些 就是 我們彩色屏幕 忘記了 你錄電 是的 我已經試完了 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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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其實 無論是 Gopo也好 有一個 爐向就是 很想幫大家拍Vlog的時候 做得更好的 當然 拍得漂亮的Vlog 當然要漂亮的器材 當然吸引大家買 那麼 你可以說 現在Hero go 這一次就是 完全是 針對 Osmo Action 那個 需求以來 這樣 沒有電了 是不是 可能是沒有電的 有了 可能是不夠 我們轉回第二個 看到 前面有個螢幕 都大 大概是1.2幾吋 我是不是和Osmo Pocket 都差不多 大一個 應該是大一個 大概1.2 7 大概1.2 看上去都差不多 大一個 你還要看得清楚自己的樣子是怎樣的 最重要是 你加了一些自拍分之後 前面取景 你起碼會知道自己能不能進入焗鏡 周圍拍到什麼 不會突然間剩下半個頭也好 剩下半邊也好 那是方便的 還有今代其實最好的一處地方就是 它現在這個濾鏡是可以拆 可以拆 之前是 HeroBot是一體化的 沒錯 現在拆了它 拆了它的好處就是 可以加濾鏡 還有其實它本身是有一個官方的濾鏡 叫Max Lens 我不太記得它的名字 我可能要檢查一下 那Max Lens是做什麼的呢 Max Lens就是 令到拍攝的角度更加之闊 就是這部機的 HIGH PASS MOVE去到3.0了 今代3.0版本 我自己試過 嘩真是很穩定 比用捐步 這個樣子很重要 因為你那時候也是玩運動的時候 沒錯 可能跑山 我不要說踩什麼六發單車 跑山 踩在身上 你跑山是起起伏伏的 你不會跑平路的 一定是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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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現在拍出來的效果 我真的覺得 很穩定 不是吧 很厲害 那個穩定的程度 是令我想像中 更加好的 當然 我講這個效果的時候 它是有增加的效果 就是它有分幾個程度 有ON 有HIGH 和增加的 那麽 那麽 增加的話 它的畫面是要确的 因為始終這個也是用了電子行動的效果 就是四邊不要 四邊不要 四邊其實是一個buffer位 那麽 比你動一動一動 去保證景象 穩定的 那麽 那麽 出來的效果 真是很厲害 那麽 5K都是可以 這部機器可以拍5K 30fps 還可以用HIGH PASS 3.0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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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移動,變成最窄 應該要檢查一下,5K30 Ipass,on,boost,on,on就沒有那麼厲害 看看活動 因為這個要滾下去 哎呀,我忘記了,這裡 這裡選用中的 ChongFT選擇 其實就是LINNIER加Horizont等程度 那效果後 setup 出現是什麼 例如我ucker internal 即是機器在某個角度 拍攝過來的畫面才會接近 去到那裡已經極限了 當然不能再轉 所以現在已經過了 畫面是沒有怎麼動的 現在就是極限了 我正在踏下降 震的,又左右動的 你拍出來的影片 基本上是可以不動的 好像以前的影片 就說綁了一隻雞的頭上 可以動來動去 類似的效果 真的可以把影片很穩定地拍出來 其他time-lapse, time-lapse, light-lapse 那些全部都有 還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就是 可以調校什麼時候開機 你說我拍time-lapse 我不需要等到 比如說我可以拍 對,聽過了 不需要一近起床開機 我教他五點開機 他就會五點自動開機 對 所有的東西 電量又加大了 因為那部機 大了 本身那部機真的大了 那部電量做大了 大了很多 就這樣看 其實也大了 一個化價 大概也大了 10%左右 大概 因為上次 我記得 因為加了這個 揚女的騷子 其實 上次機身已經是日後的 其實現在是再厚的 現在是再厚的 所以之前 TEL8 有用的配件 就未必適合用 嗯 那 拿機放水 不用落學 就沉迷 這次 其實他這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位置 這個是一個喇叭 一個是放水喇叭 嗯 譬如你這部機放了水 你想上來放了水 之後 裡面如果有水 就可以靠這個喇叭 靠一下 靠一下 另外也是直播 直播功能 一直都有 加了在這裡 還有就是 要說一下這個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絕對是一個大改的案子 如果之前 有買開GoPro的朋友 一定知道 這個案子 那個包裝盒 一個透明的 放進去 畫素得很帥 這次 不是了 大改 轉了一個 硬碟 這個硬碟 打開裡面 是這樣的 這個白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固定 就是固定攝錄機 給你包裝的 新機的搭配 這個東西是可以拿走的 拿走了之後 這麼大的位置 任理砌 你喜歡加些什麼 什麼間隔 也可以 放任何大量的配件 也可以 這個位置 這個擺說明書的位置 其實是一個網上的 部分 可以放一些東西 就是 之前的包裝 是完全 不能用的 真的 是展示用的 這次的包裝 是讓你用來 真的出家用 放一部機 放其他 都應該還有位置 放其他東西 基本上是讓你 一賣就馬上用 這個Hero 9 和Pocket 2 給你二選一個 你會怎樣選 二選一 什麼價錢 對 對 我不要說錯 先找回一個價錢 Hero 9 Hero 8 也不是便宜的 其實也要三千多 也不算便宜 但問題那隻貴了 有拉近了 Hero 9 Black 3千 我會計算 Sender Packing Bit Jam 299 就是299 即是六七百元 因為299 用途上 大家都是一些 例如 一些 Pocket 可能自拍 Hero 9 就聊天 Sporty 多一些 真的行動 下水 Pocket 2 就不能下水 但是 是說 穩定性 就是肩部的功能 你怎樣看 兩隻呢 一個電子式 一個實體機械式 我先說 電子式的防震 其實 在日光之下 是做得很好 真的 不會跟這個 機械式防震 有什麼很大的差距 但是 一去到 比較弱光的時候 電子式防震 會有一點 有一點點影響 會有一點點條件 是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至於機身的設計 和用途 我會很取決於 究竟你喜不喜歡 是不是一個很高級的人 不會經常行山 夏天上游泳 踩單車 滑龍 你是想拍多些這些東西 記錄一下自己 玩一下這些東西 開心的回憶的時候 肯定不要選這隻狗 就是要下水 這隻狗 雖然那個下水也不錯 你跟小朋友洗澡 也可能這樣 小朋友都要下水 但是通常 可能是一大堆小孩 我覺得 我用Pocket 2 會比較適合 是的 或者可能給他用 他有空間大 給他用 他也會很想到 我小孩也有事 你大堆小孩用 我覺得Hero比較安全 那也對 一下子跟你用手扭個頭 你又可以這樣 你也不亂來 那你頭很薄弱 你想想 如果我這樣拍的時候 我經常都沒有 拍得出來 又未必會 不會壞 不會壞 不容易 不容易弄到 不容易弄到 Pocket 那個摩托頭 真的很薄弱 我又覺得 始終 Pocket 2 有AFO 是的 嗯 而且他拍近的東西 都挺好的 以我所知 是的 我覺得 比格上多些 可能喜歡出去 Gattery 可能拍一下小朋友 又拍一下野食 又拍一下風景 這個Pocket 2 我自己也會覺得 好像合用一些 是的 你呢 我? 我? 我正在用Pocket 1 應該是Pocket 2 不是 反過來 反過來 如果綜合 剛才你們兩個 加上我們三個 說這兩部機 其實很多東西 現在新的 手機是全都做的 即是你又 你又想著說 其實我們出部 我未到手 不知道 是否 未到手 我還沒有評論 因為真的未試 沒錯 未試 那手機也是 可能角色CD好些 拍出來的東西好些 但有些東西 譬如說 你防水 那些東西 這部東西 你手機代替不到 手機可以防 你捨不得 拿一萬的 手機抹在單車頭 或者可以跟拍 這些 可能這個又好些 又是 有它的生存空間 但你說 它們的生存空間 是否會小 因為手機 相機的質素 高了這麼多 某程度上 都是有少少 即如我剛才說 這年多 兩年前的手機 相機 那跟Pocket 我比 那時候是沒有防震的 是啊 現在手機 現在的手機 也有防震 也有夜市 有些有Gimbo 在裡面 這麼厲害 反正我都要 買手機或者換手機 那一部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 不在現在這一刻 是落定論 因為真的 不可以到手 但是 如果單純這兩部 如果我用Pocket 1 Pocket 2 是比較對的 因為我自己 不是經常下水 但是你說 有時候有機會 如果將來有機會 去外國旅行 去玩一下活動 這個HERO 9 即是Action Cam Action Cam 就是一個Action Cam 去玩水 話說 這些 是啊 沒得走 就是看風景觀光 我走街 我拍著我在街 古蹟街 那邊走 當然是Pocket拍出來 感覺好些 烏寬 走上來也好 上西海 以前 去大寶礁 當然是Action Cam 但是現在這麼多年後 現在讓你去澳洲 去到大寶礁 都可能已經不是那個環境 可能那些珊瑚都死光了 這些真是不知道 是啊 所以 每樣都有一件 最理想 是啊 你這樣說的 其實就是 要不就選美適用 要不就全部都要了 是啊 就是大家經常說 只有小孩才會選 我全部都要 最好就是 給我 我就先買一個口罩 明天一買 才可以用 都是 都是 最便宜了 好了 今天我們就分享了三樣 每個人都是吸引人的產品 今天就 這集到這麼多了 是啊 都說了很多東西 是啊 都說了很久 還有其實應該 今個星期還有 還要留意 記得留意我們 就星期尾了 星期尾了 星期尾有什麼出呢 大家都記得的 到時候應該都 如無意外 就應該會有些東西回來 應該有 有的 有的 到時候就跟大家 可以分享一下 是否應該搬呢 嗯 好 今天就到這裡了 遲些再見 拜拜